大家好 今天啊 胖东来赶面皮事件的赔偿方案呢 是出唐 每个顾客啊 是赔偿一千块钱 这样的话啊 总共呢 就有将近九百万元的赔款 同时呢 还奖励了举报者十万块钱 对此啊 很多人就夸 说胖东来呢 他们做事啊 是雷厉风行 对待啊 实际时间呢 是一点都不马虎 感动真格的 所以说啊 是把这个危机呢 变成商机的典型称国案例 等于对起啊 进行了很好的软宣传 但是有人觉得啊 说这个举报者啊 很是蹊跷啊 他不是在旁边来的营业现场呢 发现问题的 而是找到了制作 改面皮商户的临时的加工点 而且进行了很专业的发射啊 那这是普通的消费者呢 是做不到的 那是不是啊 建筑对手呢 在暗中搞小动作啊 所以说啊 胖东来呢 是吃了鸭半亏 真的是这样吗 对此啊 我觉得我们也不必对 胖东来的这些管理举策啊 过度的解读 首先呢 是因为胖东来啊 在管理上呢 一直都是特别严格的 之前啊 公司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有一个厨师啊 他们在内部食堂煮面条的时候 他是尝了一口啊 结果又放了回去 那这事呢 就上了热搜 和这次一样啊 他们也是快速的对员工和管理职员啊 都进行了严格的处罚 当然了 这一份事件啊 还没过去多长时间 结呢 又出现了这样一个事件 规则呢 一定会在危机公关上啊 很下功夫的 而且呢 按照他们公司的规定啊 要进行十倍的赔偿 所以说呢 这九百万啊 其实是合乎公司的管理规定的 这样做了以后啊 效果呢 也会立马显现出来的 这很多顾客啊 都会觉得 帮助来啊 管理呢是如此严格 对集合者啊 有这么高的奖励 那么一定啊 会有很多的人 严格进度他们的管理和服务的 这样的话啊 他们就成了当地 名副其实的放心企业了 会形成强大的品牌效应 那吸引大量的顾客 相反 如果说这个事件啊 帮助来呢 不这样处理的话 那后果呢 也是相当严重的 毕竟啊 视频呢 已经发到了网上 这个时候啊 如果竞争对手故意炒作的话 那实在呢 将会不堪设想的 会想到 所有的餐饮和食品加工 这样的话啊 给这个公司造成的损失啊 那就不止这九百万了 但是啊 这些事情的赔款呢 是如此的巨大啊 对于普通企业来说呢 是很难承受的 即便是帮助来这样的企业啊 估计呢 如果说发生过三五次的话啊 那公司呢也是受不了的 所以啊 相信呢 通过这个事件啊 公司定复的管理和检察医院啊 一定会吸取消息 拼了命的啊 防止这些事件呢 再次发生 所以 从这三个美来讲啊 这九百万呢 花的还真是很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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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